吳雄強科的陸近醫師 那他專長是肺癌支氣管精檢查 還有醫治到疾病 那今天跟各位報告的同事 吳雲道康支氣管就定位 謝謝吳雲的介紹 那也感謝各位記者朋友的麗玲 那我是雙方內科的郭主任醫師 那今天主要歡迎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省大最近一兩年 我們引進的一個新的算是儀器這樣子 他叫虛擬導航置氣管精定位系統 那其實顧名思義他就是一個導航系統 就像我們在用GoogleMap一樣 所以我們在開車其實不知道位置在哪邊的手機 因為現在客機都很把他打工 只要打開GoogleMap或任何一個導航系統 他就告訴我們說我們的 那個目的地的位置跟他的路徑一樣 也規劃各種核心的一些路徑 並且找到一個最安全最短的一個路徑這樣子 那我做這個目的最主要是希望可以提到一個 早期肺癌的診斷率這樣 然後後面會再做一些比較詳細的介紹 那為什麼你要提升肺癌的一個診斷率呢 其實主要還是因為我們肺癌 目前國人癌症十大死因之首 可以看到左邊這邊就是 衛護110年死因的統計結果分析 其實癌症還是一個最高的一個死亡率這樣子 不管是110年 114年大概都是這個趨勢這樣 那甚至1.11年其實跟110年的 他順位相比 他其實他的一個就是發生率 現在有更高的一個狀況 癌症其實當然非常多種 那但是其實肺癌 或是癌症裡面其實算是佔比最高的 你可以看到左側這個圖 這個也是110年會符合統計 在以美食萬人口發生一個說 氣管、肢氣管跟肺癌 其實這個大概就是屬生肺癌啦 大概33.1的左右這樣子 其實比起其他癌症 大概是發生最高的一個狀況 也可以說是我們的活病 那其實這也有非常多種 大概約六有聽過 有所謂的小細胞癌 跟肺小細胞癌這樣子 那我們俗稱的所謂的肺腺癌 他其實算是肺小細胞癌的一種 那其實這樣就是肺小細胞癌 你的最常見的一個癌性這樣子 大概有15% 多半是美性這樣子 那還有現在有所謂的肺體癌 跟所謂的大細胞癌這樣子 那雖然現在醫藥非常發達 或許目前他們說癌症還是一個 困難治癒之急病啊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可以早期注意 早期發現 然後達到一個好的治癒的一個效果 因為其實通常就是癌症在晚期的時候 他已經有一些遠端轉移 我們就比較難達到治癒 就只能控制這樣子 比如他有一些 惡性的肉膜腔肌 性胖膜脊髒肌水 或是一些遠端的腦部 肝臟骨頭等等的 大概就能移用手術的方式 看到的病調全部結束 達到一個治癒的效果這樣子 然後為什麼還是希望可以早期治療呢 主要還是跟 就是我們的每個 期肥的總共率是有相關 大家可以看到一下 左邊這個圖 這是台大醫院統計的資料這樣子 其實可以看到說不同的期點 包括說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其實隨著時間的變化 他其實發生率是有點不一樣 可以看到最近一面所謂的 LodoCT的一個Screening政府的政策 從大概兩年前開始的話 其實我們早期肥癌的發生率是有發 是有比較高的 那晚期是有跟著下降的 那即使在這個狀況 加上醫療的進步 比如說 現在慢慢要開始擠附一些標靶 或者是理醫療法的部分 那適應症都越來越有提高的一個狀況 不過其實在這個情形 看起來肥癌的五年通過率 在第四期來說 那仍然只有16.8% 大概就只有16.8個人 然後可以抹長過五年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個我們還有 大量的一個進步的空間 在我們的摸起肥癌的 病人對著的統治跟治療 但另外一方面 我們當然還是希望可以早期發現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所謂的Stage 1 就是所謂的Early lung cancer 早期的肥癌裡面 它從我們以臺灣來說 目前在2014年到2019年這個統計 它其實每年總共率已經到達9成了 這個大概是跟過去差蠻多的 過去大概只有73.8個人 這樣子 那有呼應到就是說 我們特殊症 前年的7月1號開始 就所謂的Loto City Screening的一個政策 這樣子 它有一些特定的適應症 比如說 老年強是15歲以上 那當然肥癌也好 肥癌也非常的重要 那或者我家族 男性跟女性不一樣 男性是45歲以上 男性是55歲以上 男性是55歲以上 如果一人經濟的金融肥癌 或者是家族裡面 有僅僅兩位以上肥癌的話 那其實可以是兩年做一次Loto City 那目前就在Unfolding中 那根據去年的就是 衛生署發佈的新聞稿 大概已經收了 順利找到500多位 就是早期的肥癌的病人 順利的後續做一些處理這樣子 那當然除了所謂 但是我們所謂的一個 肥癌的高風險的一個俗訊 包括說 年齡可以數到75歲 抽菸超過30包年 這包年你一直說 明天抽幾包 我先抽幾年 比如說一定抽兩包 然後抽15年 就是二前十五 然後如果超過30的話 代表這道嚴強 就是有肥癌的風險這樣子 那當然家族是很重要 就一等級 就是我們爸爸媽媽 或者是兒民輩這樣子 他用肥癌 或者是家族 兄弟姐妹 兩位以上肥癌的人 那其實就算是高風險 或是說有些特殊的對護病史 或一些東西補助 或者一些重金屬補助 其實這個可以考慮 就是到醫生的跟醫生之群 然後去做什麼特別的肥癌 那當然我們目前 最好的工具 大概就是所謂的電器跟電腦斷層 就是所謂LotoCity 這個部分 大概Squeening是Squeening 因為其實我們Squeening的時候 常會講到一些肥癌 肥癌跟毛玻璃一樣的變化 但是肥癌跟毛玻璃一樣的變化 不一定等於Squeen 它的風險不是太高 但是它還是有 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去做一個證實 這樣子 那這段證實的話 其實還是需要做切片 然後請聽你可以試看 看那個細胞的形態 確實是肥癌 這再有辦法去確診 這樣子 那我們傳統大概有幾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我們熊腔的 一個做的刺激管鏡 類似鏡這樣子 我們就是會 會讓患者就是 使用刺激管鏡 甚至他的器管裡面 去看過所有的腫瘤的部分 那如果油的話 會有兩種方式 第一個是用小夾子把它夾出來 第二個是用小夾子把它夾出來 第二個是用小夾子 也是比較新的一個儀器 是能弄碳頭 因為能弄的方式 它是用非常好 它迅速的噴出 讓碳頭降溫 大概降到複零軟度左右 黏住組織把它拉出來 這樣子 這可以獲得比較大的 有組織的一個容量 把它拿出來 那對於比較遠端的冰罩 我用氣管理查過去定理這樣 那大概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這是所謂的電話中的導引 就是會起放射這份醫師 依據他會過的冰罩 看他的所謂的 解解控管管理腫瘤的變化 或甚至腫瘤在哪個位置 他們從以外插針 前面進去把這個腫瘤外一換 這是另外一個診斷方式 那當然最後一步就是 就是請外科醫師做所謂的胸腔內視鏡手術 然後他直接把這個病罩去用開刀的方式 現在大部分都是用內視鏡的手術 直接把這一塊腿部切下來 然後去中化 大概是傳統的 傳統的一個檢測方式這樣 這都是這樣檢測方式 還是有他的好處跟滿處 是以氣管精內視鏡來說 他的 他的 要做的一個可能性 他一定要在氣管旁邊 或氣管相同之後 才有辦法去做這樣子 那如果他在非常周邊的病罩 他跟氣管沒有相同 那氣管相同是沒有辦法去做這樣子 那電腦斷層導臉看好相反 他如果在太中間的病罩 幫我背部一些血管 心臟包圍的話 那其實用一個針錯過去 其實風險是相當高的 可能會丟險 聲插心臟 產生心動物 天災等等 這都是所謂的風險這樣子 那如果騙人如果無法 其實大概 斷層可以是也沒有辦法去做這樣子 所以這也是一個電腦斷層導臉 其實可以的一個缺點這樣子 那另外來說的話 雙面試鏡當然是我們最後的一步 不過因為畢竟他是一個開刀 有麻醉風險 手術風險 而且他檢查時間過長 所以這在那種檢查方式 其實夠了他的優劣這樣 那我們客戶當然主要是做 驚訝食鏡 那當然我們這個 目前來說 有一些無法突破的部分 那當然是靠我們新的引進的儀器 看有沒有辦法突破一些過去檢查 沒有辦法達到一些位置 甚至說過去檢查時間可能會比較長 用一個新的儀器來突破這個部分 這樣子 我們參與人在做氣管鏡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基本 有非常非常多解 密密麻麻 甚至上千上萬幾這樣子 那如果假設病人的病灶在比較遠的段階 比如把氣管鏡伸進來 然後依序伸到這個部位 然後再看到他非常多的洞面 一一去看這樣子 因為洞面有非常多 十幾二十個這樣 他可能常在某一個洞面 我們需要一一去探查 那有時候因為我們氣管鏡 到最後他其實氣管的 他的直徑非常的小 那我們的氣管鏡伸進去 那我們只好用一個潮衣過半頭 把他伸進去 然後看他的位置在哪 那可是正如大家所看 他其實動量多 我們有時候在找時候 又花相當多的時間 所以增加走路的時間 一直把他增加 變一個是做檢查的一個風險 但另外是切片的準確度 其實有時候也不見得會那麼的準確 因為我們這個潮衣過半頭 只約略看他在哪裡 然後之後我們還會用個小小提前一講 可是有時候他不見得一定能夠打到那個位置 把這個病道切片下來 所以有可能做完檢查 到最後沒有切到病道 這也是有可能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我們成大醫院 剛剛最近兩天已經進了一個儀器 這個叫虛擬 虛擬寶石器管定位系統這樣子 他其實就是一個影像重組的一個系統 他其實這邊下面是電腦 上面是兩個螢幕這樣子 那我們做之前 然後會把病人的電腦端成的影像 輸入到這個系統裡面 他就會輕輕重組 重組會看到一個虛擬的3D的一個結構 他會去標記說氣管在哪 鞋管在哪 跟病照在哪 告訴我們說哪邊 跟病照管約率在哪個方向 在哪個位置 那另外是他有個優點 說他可以規劃一個所謂的最佳路景 就像我們普通的魚 就告訴我們說這個病照管 我們在右邊的氣管的 上面的第二個出來的模擬器 這樣子 我們就直接把氣管定身體去 然後用上波定管 這樣去可以省去非常多的 一個探草的時間 我們不用從氣管B 氣管3D直到氣管8 我們就直接到氣管8就好了 所以這是一個 一個還不錯的一個系統 告訴我們說病照在哪 必須可以告訴我們說 我們就直接繞過去 而且病期也可以去減低一些 有可能不小心切到血管 切到神經等等的一個狀況 所以可以達到一個精準的一個導航的情形 實際圖形看起來是這樣子的 這個就是一個3D重組的一個器官系統 他基本上會把這個所謂的病照 把它標記起來 他的動脈、肌脈跟什麼標記起來 告訴我們位置在哪 他會給我們很多的Plan Plan A、Plan B、Plan C 告訴我們說 我們有很多種方式、位置 可以去真正的approach 就是接近這個病照這樣 以這個Plan A來說 其實這個方向大概看起來就有點困難 就不太能夠從這個器官進去到病照 但以這個Plan B來說 大概就可以從這個地方慢慢伸進來 真的看到病照 還可以告訴我們說 這個病照 你在器官的哪邊 哪個方向 那我們就直接從這邊 進去開始開挖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算定打到病照 另外一個他的優勢 他可以做所謂的過程式 就是所謂的AR技術 就是我們在做的時候 其實他的定位的虛擬的影像 在這邊 那是我們實際的器官機的一個影像 他可以REALTIME的一個豐富 所以我們在做的時候 他大概在哪 就是導演我們在哪 有時候因為器官長得非常像 我們偶爾會離路這樣子 那只有這個系統 你就會知道 我們大概在第幾層的器官 在哪一個位置 那如果萬一有時候方向不確定 就看一下右邊的圖 這個腫瘤在這邊 我們就往這邊靠近 那其實 經由這個系統 我們可以減低這個檢查的時間 也增進切片的一個精準度 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目前的檢查流程 他基本上還是一個影像重組 所以無論如何 一定需要一個電腦斷層這樣 那這個電腦斷層 需要所謂的細切的電腦斷層 那基本上承擔的電腦斷層 都有符合這個狀況 因為他需要輸蠻多張的影像 他就要辦法重組一個比較精準的 一個重組和3D的影像結構 所以他一定要細切 那基本上承擔的電腦斷層一定是符合 那有些醫院就不見得符合 這樣子 所以這個通常我會跟病人 就是先講清楚 因為有 就是有時候還是會有些病人 帶運用外的影像 這樣我們也許有第二件 那有時候不見得能夠運用 運用外的影像 我們必須重新再安排一次 這樣子 那把這個電腦 把他的影像輸入到我們的系統 裡面他就會衝突 不要去最佳的路徑 我們就會看錯可能在哪邊 那我們就會跟電腦 那這個病照可做 或者是不可做 那如果可做的話 我們就會安排 主人做氣管鏡切片 這樣子 那氣管鏡切片的話 我們一試情況 看需不需要做所謂的正鏡 因為正鏡要不讓你們睡著 因為這樣其實比較舒適 因為其實做氣管鏡 還是會有點不舒服 因為我們一個管子 伸到氣管裡面 就讓很多彈 卡在你們的狀況 那甚至在傳統上 比如說我們要切片 比較久甚至切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以上 其實在做的過程中 其實是蠻不舒服的 所以我們會只能正鏡這樣子 另外如果變成氧氣需求量比較高 我們現在會使用高溫氧氣 就是之前新冠肺炎所謂的救命生氣 它有比較強的一個 就是氧氣的流速 那也可以達到比較好的癢 就是把二氧化氧衝刷掉這樣子 這樣在做檢查是比較安全 不過目前這個還是算是自費 新冠肺炎有新冠肺炎的經保實驗症 不過在檢查 以目前氣管鏡來說 目前是我們還是自費的一個狀況 那我們會看看說 如果假設病人的併造者 是用冥冥車的解片 我們就用這個 那如果假設出血的話 我們用變造實劫 那如果假設還有氣管下載 那個狀況 我們就是脂肪支架這樣子 那一般人說 如果很順利很順利的話 大概都是三天是兩天可以出院 那大概出院後 所以以上大概是今天簡單的一個介紹 我們這個虛擬保養 自己管鏡定位系統化 最主要目的是可以增加 切片的準確度跟診斷率 那另外一個優勢是可以做到的時間 然後另外應免可以 應免不必要的檢查 因為其實有時候我們在做檢查之前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這個檢查怎麼做 他要動電話 他就去寫到病房 他就孕育到病人住院 挖時間另外增加 所有的檢查的風險 檢視頻率方針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今天以上的方法 我真的當晚上都要被throp 注定 我心裡不在意 真正是不在意 我心裡不在意